如果金融危机真的扩大化 美国会不会苟急跳墙发动战争 今天咱们聊聊这个问题 因为很多人在问 中国人的忧患意识还是很强的 觉得老美经济危机如果不行了 会不会发动战争 而且会不会针对咱们发动战争 这些都是大家最关心的 那么其实我思量了一下这个事 我觉得老美吧 他现在几大部分 就是他有可能发动战争的地区 首先这个是俄乌 俄乌是最热的最渴望的地区 那么美国的调查记者西门赫什 揭露比系管道记者说的 他说如果乌克兰失败的话 有可能美国会亲自下场 但是他说了个但是 但是他说美国还没有准备好 从物资上看应该是没准备好 这个我觉得是肯定的 这第一点第一个地区啊 第二个地区是哪呢 是中东地区啊 中东地区呢 涉及到美元霸权的基础啊 使用美元这个霸权的基础啊 然后呢 由于近期呢沙特和伊朗的这个沃水洋河 导致中东地区现在越来越团结 可能过不了几年中东把他们内部的问题解决完了 他有可能啊会把老美给挤出去 或者说冷落塌 然后呢他带中东的啊 铁杆小弟啊 有人说以色列是美国的弟 有人说是以色列是美国亲儿子 不管什么关系吧啊 以色列的压力都会很大 这个大家都清楚 就是中东会钻集啊 成一个钻集的权子 针对以色列 而且已经不是七十年代六十年代五十年代 中东战争了 那个现在的实力已经很强了 而且是买了东方龙的武器啊 兄弟们 那么还有一点就是 美国呢 他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啊 亚太地区其实他最低的成本的这个战争呢 应该是半岛啊 就是韩国和朝鲜之间的这个矛盾啊 用这个来牵制中国 这个可能性也有也比较大 那么最后一种可能性才是 找一个代理人啊 和中国整一种啊 这个可能性其实是很低的 因为美国人打仗吧 他是要算成本的啊 他是要算收益的啊 他不是说 我只要赢 不是我要算收益的 他在中国打的话 收益几乎为零啊 两败俱伤 大家都都很难受 而且只要不是动核武器的情况下 打消耗的话 全世界没有人打到过中国啊 论消耗中国呢 学罪要碾样啊 那么找个代理人也不现实 为什么说不现实呢 因为中国中美这个实力啊 任何代理人上来 就是分分钟就给拍拍死了啊 最强的小弟小本子啊 小本子的所有的基地 中国1500克东方快递 这一个小时就完事了 然后小本子给他几个小时 评估一下损失惨损失情况 然后让他自己去研究啊 三天之内来投降啊 就这么回事 所以说他找代理人 这个可能性也不大 然后呢 分析一下的军力布置啊 美国在他的本土 还有布置很多啊 很多军力 然后欧洲 然后中东啊 亚太啊 他这军力分散很严重的 在这种情况下 他现在想发动战争 可能性都不太大啊 如果说呃 真的要让他让我 让连长非得选一个的话 我认为啊 如果我是美国 我就是在中东打一仗啊 中东打一仗的好处在哪呢 一呢 我们这个不会说 跟俄罗斯和中国 这种大国之间进行啊 直接对抗啊 包括最近 所前天这个 黑海手术刀啊 把这个他死神 MQ就给弄害了去了 这个事是啊 评论标题很吓人 说这个啊 美俄第一次啊 公开的正面举事接触啊 就是在乌克兰连长 有可能有私密的接触啊 比如说匕首啊 前两天说把那个 呃 北约的这购文团 干死了几十人啊 这个 这都是秘密的啊 公开的就这第一次 那么我也 我也不倾向于他 对俄罗斯直接对抗 而且俄罗斯啊 你看他言论也是 他也不想跟老美直接对抗 他俩都知道 他俩是我想对抗 那就是 不是两败俱伤 就是 摩托弹啊 满天飞 满天飞摩托啊 所以他俩也觉得不太现实 那么跟中国呢啊 咱们先替出谋弹啊 拼消耗 不现实啊 半岛呢 说实话啊 他和这个半岛 那个 这个韩国的位置呢 地理位置非常的尴尬啊 非常的尴尬啊 这个朝鲜就什么也不用 就火箭弹就覆盖了全境啊 而且他那人口非常其中啊 你只要把汉城给干平了 他就啥也没有 他就基本上一多二人口 就白白了 所以 朝鲜 韩国的位置很难受 朝鲜后边背靠的中和 他他位置上 他要占优势 而且武器上朝鲜也占有势 咱就撇开这个摩古弹啊 朝鲜的摩古弹 那些范园 就成为武器 要知道全世界中短程弹道导弹 第二强的国家 是朝鲜啊 大家可能对这个概念不是很清晰啊 第一的是中国 第二的是朝鲜 因为美俄呢 那个有中导条约 他们在五千多年以下的 只生产巡航导弹 别的普通的弹道导弹 他们是几乎是没有的 虽然已经开发了几年了 不过这方面他们还是很差的 像中国和朝鲜 已经干了七十年了 就干这这会儿啊 六十年往上 所以呢 我们总体来讲啊 美国对于发动战争 这个考虑的话 如果从连长的思维啊 如果替美国人做主的话 我觉得应该是中东 为什么呢 中东呢 因为他重要的这个利益 什么利益呢 就是美元霸权 美元霸权是美国所有东西的基础 如果没有这个 美国啥都没有了 所以说 如果美国逼急了啊 咱们得强调 这是逼急了 狗急跳墙 真要非有发动战争的话 那中东的几率是最大的 中东呢 首先呢 强化他小弟在那的影响力啊 最重要的其实是强化 他自己在当地的影响力啊 由于这个中国调和了 这个中东大矛盾 他在那边影响力明显的下降 为了维持他的美元霸权 他不得不在中东 可能要干一招啊 宣示一下自己的 在当地的影响力和 石油美元这个霸权的主权问题啊 这个他很有可能做事 而且最重要的是中东的话 他不用跟中 两个大国之间 有直接摩擦和接触啊 而且他在当地有驻军啊 他需要调配人员和物资呢 基地呢 就是配合上都是非常到位的啊 很容易出手的 所以我们一直还是觉得 他最有可能动手的 还是中东啊 背持自己的石油霸权啊 而且呢 相对来说风险要低一点 对吧 中东他都惹得起啊 没有什么就是说 我收拾不了 我在残局 你要他跟中文怼上的话 他有可能有些残局的收拾不了 很难受啊 所以呢 我们今天的最后的结论 就是如果美国由于经济危机 导致国内的啊 一些东西的崩盘啊 最后呢 他如果狗急跳墙啊 真要选择的话 因为这个在中国人的理念来说 这是下下策啊 这不是上策 这是下下策 尤其在美国实际下降的情况下 所以呢 他最有可能攻击的啊 下下策最有可能攻击的 是中东地区的冒险国家 OK 今天咱们的说道 谢谢大家 再见